一个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英国人开车要靠左行 而美国人开车要靠右行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问题吗 现在或许是的 但是在历史上还真就不是的 时间回到欧洲中世纪 那会儿的汽车呢 还是马 当驾驶员手握常见的骑士 起行在马路上 是永远不知道对面出现的人 是敌还是友啊 所以武器啊 随时都要保持在激活状态 那武器通常都握在哪只手上呢 右手吗 至少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 于是把自己的右边暴露在外人面前 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了 这便直接导致了 骑行在路的左边这一传统的诞生 即便今天的交通工具呢 从马换成了车 英国人还是不忘传统啊 当然也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照样跟进 原因多半也和历史有关 那到了美国那边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因为骑士好像和美洲扯不上任何关系嘛 不过他们当然也是需要骑马的啦 而骑在路上的马呢 有着更为实用的价值 拉货 由于地广人稀啊 美国人通常会使用更大的货车 和更多的马匹 形成一辆早期的长途卡车 好 那司机坐哪边呢 他通常会坐在左后方的那一匹马上 为什么 因为他右手拉鞭子嘛 坐在左后方呢 就意味着能够把鞭子放在所有马匹的中间了 挥起来谁都能够照顾得到啊 是不是就已经跟今天靠左的汽车驾驶位一样了呢 接着关键来了 由于大家都在拉货赚钱嘛 所以两队相向而行的马车经常都狭路相逢 但不是勇者胜 而是不撞 大家都会胜 怎么才能不撞呢 保持良好的能见度不就行了吗 既然司机在左边 那就由理由把大家的左边都空出来 让对方通过嘛 于是靠右行驶的传统就出现了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呢 需求不同带来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而且这个需求本身也在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 不断发生着变化 没有永恒的正确 只有永恒的合理啊